俄羅斯最近日均確診都在一萬六一萬七左右 政府要民眾趕快去打針防變種病毒 但有人就是對疫苗有疑慮 俄羅斯打了第一劑疫苗的有13.8% 完整接種的有10.7% 首都莫斯科仍是疫情重災區 市長祭出新規 下週一起去餐廳、咖啡館、酒吧 一定要秀出接種證明 接種完的民眾可下載QR Code證明 不想打的則要秀出三天內的陰性報告 或過去半年曾染疫的證明 才能進餐廳用餐 俄羅斯疫苗綁架的方法不只這些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還加碼規定 全國沒有打疫苗或者是沒有免疫能力的人都不准上班 因為會對其他人造成威脅 以後的生活日常似乎都得與疫苗綁緊緊 TVBS新聞總和報導 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 在一段過程中 左邊